。 牙齿矫正前该知道的是。 齿裂不正一定要矫正牙齿吗? 牙齿矫正真的会变漂亮吗? 大家都说做了牙齿矫正后,脸会变小,下巴变尖,鼻子还会变挺,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? 事实上,牙齿矫正的本质是齿裂整齐,改善上下齿裂咬合。 由于每个人天生条件不同,医师考量也不同,矫正牙齿的治疗计划更不一样,在某些治疗计划下。 例如,把牙矫正,搭配骨定等牙齿矫正方法,确实可以改变唇齿,下额的形态与位置,进而影响鼻尖,上下唇及下巴的相对关系。 不过,脸型比例,骨架矫,嘴唇厚度等先天条件依然无法改变,因此,这些附加效果显现出来的程度因人而异,并且,也不代表绝对的美丑或好坏。 牙齿矫正是否有眼灵限制? 有些人很小就开始矫正,过了青春期,或是30岁以后,还可以矫正牙齿吗? 国外齿矫正学会建议7岁时就可以做齿矫正的检查,因为有些特殊状况,需要早期处理。 原则上,只要咬合不正已经影响到患者的咀嚼功能,甚至对发音、生长发育等产生不良影响时,就可以考虑给医师诊查,并且依检查结果由医师判定是否适合矫正治疗。 脱腮,用嘴呼吸都会影响牙齿矫正,齿裂不整。 脱腮,用嘴呼吸都会影响牙齿矫正,齿裂不整。 脱腮,用嘴呼吸的问题,就要从生活小习惯开始做起。 最后也会介绍三种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口腔体操,简单解步骤就可以恢复口腔的健康美丽。 一般而言,牙齿矫正治疗所使用的橡皮筋与弹簧,大约只有100至150克之间的拉力。 而人类成人的头部重量约为5公斤,因此不管是侧膛注睡,趴注睡还是脱腮等动作,都会给牙齿带来超过矫正治疗数十倍的影响。 另外会造成齿裂不正的还有用嘴巴呼吸的习惯,用嘴巴呼吸时会使嘴巴呈现张开的状态。 此时舌头会持续低压在下排牙齿上,破坏嘴唇,舌头和牙齿的平衡,导致齿裂不整,还可能会引起下额的骨骼歪斜。 咬下唇会使牙齿咬和生缝隙,也别习惯用牙齿咬住舌头。 有咬下唇习惯的人也要注意,当上排牙齿咬住下嘴唇时,下排牙齿会向上排牙齿夹压,将上排牙齿的前牙向外推出。 渐渐地就会发现上排牙齿咬和时会产生缝隙,而且缝隙会越来越大,产生上排前牙向前突出那样有点类似爆牙的状况。 除此之外,不止嘴唇,就连舌头在嘴巴里的放置位置也非常重要。 常有人会不自觉地将舌头前伸,再用上下排牙齿咬住的习惯,或是喜欢用舌头去向外顶牙齿,以及俗称啃鸡腿的啃手指习惯,都会影响牙齿的排列整齐与否。 牙齿矫正自行锻炼。 接下来要介绍的,就是可以随时随地轻松做,不需要进行牙齿矫正,也可以让自己的齿力慢慢恢复整齐的三种口腔体操。 可以针对个人不良习惯,针对特定部位进行锻炼。 第一种,胖。嘴唇短链操。 第一种,胖。嘴唇短链操。 步骤。 。 一。稍微张开嘴巴,用上下嘴唇分别包覆上下排牙齿,并发出胖!的声音。 。 二。一回进行20-30次,一天可以按三餐进行三回。 第二种,蛋舌头锻炼操。 第二种,蛋舌头锻炼操。 。 。 一。 将舌尖钉在上排两颗门牙之间的牙齦上,并用上颚将整个舌头吸附上去。 。 二。 将嘴巴尽量张到最开,舌细带,舌下的韧带,尽量延伸。 。 三。 在这样的状态下弹出舌头发出声音,一回进行10-15次,一天可以按三餐进行三回。 。 第三种,锻炼嘴部肌肉的宝特瓶操。 。 。 步骤。 。 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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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一个口径大约5公分,容量约500毫升的宝特瓶。 2. 先在宝特瓶里装好约200毫升的水,将宝特瓶放在桌上后,用嘴唇含住宝特瓶,不是用牙齿咬,用口腔的力量将宝特瓶抬起来。 3. 抬起来维持10秒后就可以放下,也是一样可以按照三餐一天做三四,习惯了200毫升的重量之后,可以渐渐增加水量,加强训练强度。 3.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